不過剛剛也特別提到 今年最大雙分題 是不是台積電上1000塊 要請教微量 其實不只台積電 重電股的華晨 昨天也是同樣登上了千金股 如果說都是以千金股來看的話 到底買誰是比較賺的 是的 剛好昨天台股歷史上 又多出了兩檔千金股 同日登上新里程碑 當然就是台積電跟華晨 所以網路上很多下面也在討論 這時候如果要買的話 我應該去買一張台積電 還是買一張華晨 將來會賺更多 事實上這個問題 不存在 不合理 因為很多鄉民的問題是 我還沒有存到100萬 買一張就要100萬 不過當然其實現在是有 零股交易制度 但是重點我們回到 其實以台股現在的一個 新時代趨勢來看 以前我們常說 所謂的1000塊以上的千金股 一旦出現的時候 往往就會有所謂的行情魔咒 可能代表大盤指數要回檔了 可是現在你看到不只一家 不只兩家 不只十家 加上台積電跟華晨之後 總共已經出現了19千金 都快20家的千金股 沒錯 因為現在其實在八九百塊 已經整裝待發的這些高價股 其實還滿多的 所以我覺得或許在不久之後的未來 可能7月 8月 台股也許就是20幾個千金 都會出現 這正表示說現在市場上 大戶的資金跟法人的資金 這些所謂的聰明錢 其實是非常看好台股的未來 因為以前的千金股 會釀成泡沫或者崩盤 都是因為股價真的炒高了 高估了 最明顯就是說以前資產股 或是說太陽能股或博弈股 沒有賺錢的時候 炒到那麼高1000多塊 難怪就崩盤 可是現在各位看看 19檔千金股 事實上大部分的公司 他們其實都兼具高毛利率 當護城河 而且也都是有高EPS跟高成長率 如果我們回來聚焦 就是在台積電跟華城之間的 一個對比 事實上當然 這沒辦法說是完全去比擬 因為畢竟 如果你光從股本跟市值的角度來看 華城其實還是相對算是 比較中小型 因為股本只有26億 因為雖然現在股價漲高了 市值有來到2689億元 可是台積電市值 26兆 26兆足足是華城的100倍 所以如果對整個盤面 或者說對整個產業族群的影響力 我想絕對是台積電比較大 因為它所牽動後面的整個半導體 事實上也都是強兵猛將 華城主要牽動的就是像 E5或E6代號開頭的 這些重電跟電線電燈股 在相關的一個股價的估值的部分 如果我們看看 今年的EPS來看的話 台積電是38.42 明年有機會就跳增到48.91 所以YOY的年成長率 是來到24.7% 所以大家如果有一個概念就是 本益比的高跟低 其實除了跟同族群相比之外 當然也跟自己的成長率有高 一般來講成長率越高 市場就會給予它比較高的 對應本益比 現在如果我們按照 台積電的最高股價 1010元 去除以預估的明年EPS來講話 因為現在畢竟已經來到 今年的下半年 所以你要慢慢的改採用 明年的EPS來做預估 這樣來算起來 它的本益比是21.08倍 其實一點都不貴 因為過去台積電本益比最高 曾經來到28倍 如果再跟國際的AI大廠比 事實上大家大概都是在30倍上本益比 所以台積電還是非常便宜 反而華成的本益比比較高 對 如果你按照一樣的一個 相同邏輯 我們可以看到華成的成長率 雖然很高 可是它的本益比來到36倍 不過如果更要精準打擊的話 會建議大家用本益成長比 來看這些公司 對 所以相對來講 因為都還沒有超過一倍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未來都還有向上的動能 只是在於 如果真的要做長期投資 因為畢竟很多人買零股 進出不方便 你希望就是說一放可以放到 一年兩年 甚至三年以上的話 那提醒大家 因為台積電它的地位 毋庸置疑 先進製程就是獨大 可是華成為什麼能夠高成長 而且享有高本益比的溢價 主要就是因為它的變壓器 在台灣是龍頭 除此之外 打入到美國市場 可是因為美國現在供不應求 狀況之下 包括歐洲 包括其他的亞洲 像韓國 中國的這些業者 大家也都想要去搶食這個商機 包括美國自己在明年開始 本土的變壓器的業者 也會有一些擴產的計畫 所以我認為華成如果真的到了 2025或2026年以後 其實未來還是會有一些變數 它能不能維持這樣的毛利率 或者說整個產業供不應求的缺口 是不是會開始縮小 其實相對來說挑戰會比較大 好 再請教微良 現在台積電 它在7月18號舉行法售會 所以市場也在期待 會不會再有一波的行情 那麼有一些含機量 比較高的這些ETF的話 有沒有機會再上演這個有機之談 那當然我們把這個市場上 含有台積電的半導體ETF 找出來之後 可以發現其實大家普遍 大概持有它三成左右 但是比重上面 還是略有高低之別 那目前持有最高就00904 新光台灣半導體30 它持有台積電的比重是31.25% 那相對來說你會發現說 其實有一些半導體的ETF 雖然也買台積電 可是就沒有買那麼多 有28% 25% 比較少的可能也只有大概一成多 所以其實這比重的差異 就直接造成今年以來 含息的報酬率 其實也有高低的差別 我們認為其實現在半導體的一個 趨勢很明顯就是 大者會越大 強者更強 因為大家想看進入到AI這個新賽局 你需要的不只是先進製程的投入 所以這個技術的門檻拉高 更重要是每一個世代 或每一個新的廠房的產能 都需要砸錢 所以它的資金的門檻 也非常非常高 因此我們看到 如果就台積電跟半導體指數 還有上市的電子指數 跟整個大盤的加權指數相比 今年以來台積電漲幅是遙遙領先 漲幅來到69.48% 超過了半導體的漲幅 超過了電子漲幅 也領先大盤的漲幅 所以很明顯就是說 在半導體崛起的時代之下 你其實一方面當然你要 有足夠的資金去重壓半導體 裡面的龍頭就是台積電 除此之外 我覺得台積電 它會帶起其他 整個半導體的上中下的供應電 所以我覺得買半導體ETF 然後去挑選含機量比重比較高了 相對應該在今年明年 還是可以享有 這個比較好的投資報酬 好 蔚良在我們看到 在台積電攻上了千元大關之後 現在大家也在關注 有哪一些含劑量高的ETF 可以做留意 在台灣 大家很喜歡喝的手搖飲 其實也可以跟AI做結合 而且蔚良 7秒鐘就可以做出一杯飲料 而且品質很穩定 台灣早期有一個手搖飲料品牌 叫做歇腳亭 年輕朋友可能不知道 因為它創立在30年前 但是後來就慢慢移出台灣 不過在現在全球 它大概500個分店 最近宣布要重返台灣市場 而且創立了新品牌 要怎麼樣 奮起直追 其實它現在就是要靠 AI自動化的方法 所以引進了這種 AI智能茶飲機 很厲害 剛剛提到 只要7秒鐘 你就能夠快速生產一杯手搖飲料 未來不但是速度快 而且我們知道 其實人在所謂的 製作手搖飲料的時候 難免會有 沒辦法標準化 像我常常去點 這所謂的三分糖的時候 一喝下去第一口馬上就叫 我的天怎麼那麼甜 對 所以這個有時候就是 你可能糖或說這個 微糖半糖 結果喝起來都一樣甜 對 就沒遇過那種 不小心給你很多珍珠的 這個就是有時候服務 比較滿標準化 但是你用這個AI機器 來生產的話 其實不僅快 再加上就是 它能夠讓產品的品質 比較起義 所以你就能夠 快速大量複製 因為少去很多 訓練員工的時間 未來他就喊出 在台灣每一年要開100家店 然後五年內全球 就要展店1000家 所以這就是AI自動化的力量 另外其實在中部起家的 T-Top第一位 這也是另外一個 非常著名的 手藝飲料品牌 之前他也在展覽當中 展出了他的智能霸台 這個外觀像是一台冰箱 很簡單 其實因為把各種飲料的配方 算是這種菜單的設計 都已經內建在機器裡面 所以任何人來 你只要一鍵按下 你所需要飲料就出來了 所以他同樣也可以很快速 而且非常標準化的完成 飲料的生產製作 大概8到15秒 就可以完成一杯飲料 這個當然也可以大幅度 節省的就是未來 可能人力成本的費用 還有就是之前 南韓的偶像團體 Super Junior 來到台灣旅遊觀光 也去朝聖品嚐了一下 雙月食品 這是很有名的 算是米其林推薦的產品 結果他後來在他的 一個社群網路上去分享說 難得來吃 結果很可惜是 他其實是很喜歡蔥的味道 結果因為語言翻譯的問題 結果卻把 點餐的時候把這個蔥取消掉了 味道就不太對 對 就少了那一味 結果所以雙月食品社 現在引進了AI自動的點餐機 點餐機我們其實一般 也不會說罕見 也常看到 可是他這個點餐機裡面 有三個功能 AI人物行銷推薦 AI多國語言菜單 還有AI語音點餐 所以他有多國語言 以後歸閒再來 就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是 這就是重點 因為你一般的 老闆你要請員工的話 你怎麼找得到 精通多國語言的人 如果真的有的話 我想這費用也不便宜了 但是現在透過機器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了 而且我們看到在雙月 他這個所引進的 這種送餐的輸送袋 看起來有沒有好像似乘相似 大家會去吃回轉壽司 也會有像這個自動送餐的輸送袋 可是不會不一樣 一般你帶回轉壽司 是輸送袋一直在跑對不對 它這個輸送袋是固定的 算是一個像是軌道一樣 它在跑的是送餐車的部分 它的動力是放在這上面 所以你點好餐 透過送餐車就送出來 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講的話 其實比較少掉 就是軌道的維修使用的一個成本 好 另外要再請教薇良 現在AI跟餐點 我們說用這樣的一個點餐的方法 越來越多 那一般我們去素食店 也都會有像是得來素 那很怕如果說 如果是用AI點餐 而不是人工點餐 會不會有點錯餐這樣的問題 在美國因為地方大 大家都開車出門 所以使用得來素的比率又更高 如果是以這個2022年來看 像這個得來素使用 已經跟2019年相比 甚至成長了三成 所以這個趨勢是越來越普及 因為現在大家喜歡 就是無接觸的服務 講到這樣的一個 無接觸的例子 我們就來看美國的溫地漢堡 它其實跟Google合作 引進了Google的機器人 所以現在其實點餐 你開到得來素的時候 你不是對一般以前傳統的員工了 你是直接跟機器人點餐 那聽起來好像容易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大家想 當大家在開車的時候 有時候你聽到的可能是廣播 因為車上會放音樂 或是有一些廣播 對 廣播就會是講話 所以你車上搖下來 這個機器人它聽到的 可能是各種的語言 或是各種的聲音 而且如果載小孩 小孩也會在旁邊講話 對 也許這個媽媽明明就是說 好啦 點一塊炸雞 讓你解解饞 小孩子旁邊喊 不要 我要一桶炸雞 怎麼辦 所以這個其實就要強化 它的一個語言辨識的一個系統 還有一個很重要 像我們點餐會有習慣 我把它 這個雖然在美國 我們舉例 講到台灣來講 我們可能會說 大薯加中可 糟糕了 會不會聽不懂 所以這個語言系統 不是只有硬邦邦的 大份薯條 中杯可樂 它包括連這種可能在地人 它習慣了一些簡稱語言 都必須要寫進它的一個 語言程式裡面 都可以辨識 是非常厲害的 除了點餐可以用機器人之外 送餐當然也要靠機器人 在溫地漢堡 我們講得來數碼 你其實車子開過去 點好之後 你就停在固定的一個車位上等 然後它會有一個 快速的取餐的傳送門 你就在那邊 按照你的訂單編號等待 等機器人他做好餐之後 出餐的時候 他會通過地下隧道 然後再送到對應的傳送門 就可以完成送餐 而且這個過程 全程都有溫度的控管 所以我想其實疫情過後 大家也發現 很多趨勢就回不去了 一來大家不希望就是說 有接觸或感染染病的一個機會 盡量是減少實體接觸 對 二來就是說 現在其實對店家來說 一來不容易找到員工 常常會有缺工的問題 那就算有補足了勞力成本 補足了勞工之外 也還會有勞力成本上漲的問題 所以其實現在 採AI自動化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是讓消費者跟店家 走向雙贏的階段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關心 現在AI也讓這個詐騙的手法 是不是變得更多了 美國殺豬盤的這個詐騙案 現在傳出說 其實背後的主謀是中國的邦